今天如果在大埔區火車站下車 你會見到商場和住宅大廈 但是就不見虛 其實大埔曾經有兩個虛 連同火車站 他們的遷移都印證著大埔區經濟中心的發展 和位置更替 那麼虛究竟是什麼呢 虛本身就是我們廣東或者華南地區裏面 一種買賣用品的一個市場 虛那個字就是土字邊做一個空虛的虛 由於這個吉地擺賣的時間 是少於有人的時間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就叫它做虛了 我們在香港裏面比較著名的 例如在明代已經有的大橋敦區 例如青代的元朗舊區 還有我們的大埔區 周圍都有不同的虛時間 以前的人所謂的趁虛 因為一個這些流動街市 或者是虛市 他們的營業時間是固定的 例如在每一個期裏面 有三天 初一、初四、初七、初二、初五、初八 或者初三、初六、初九 通常在日出的時間 他們就要來到虛市擺賣 中午過後 基本上就要收拾他們的行裝 回到他們居住的地方 所以每天的時間 其實都是大約今天所說的幾個小時 虛通常是買賣農產品比較多 因為它的虛期有幾天 所以他們的產品通常是擺得的 包括蔬果、禽畜、 甚至是買豬、買牛等等 這些比較大型的物種 他們都會在虛市擺賣 虛市裏面除了買賣日常的生活用品 農產品之外 其實也有其他的服務 包括理髮、藥材的買賣 或者寫信、沾算 總之和生活相關的事情 都會在虛裏面發生 至於大埔虛 它是新界中部的主要虛市 水陸交通亦都很方便 清代時期 除了大埔這一區 沙田、荃灣、西貢等地的農產品 亦都會集在這裏 而運載漁獲和其他商品的船隻 亦都可以停泊在套路港和大盤灣 大埔虛有舊虛和新虛之分 而臨村河相隔 新虛在河的南面 舊虛在河的北面 而舊虛的建立就是源於鄧氏孝子的時跡 在明代因為朝廷立了海禁禁令 於是令到沿海居民生計大為下降 所以亦都形成了沿海區域裡 從此處陸陸陸陸陸陸出現了很多海盜 在明朝的萬曆年間之前 曾經有一些著名海盜集團 在這裏經常洗劫的居民 另一次居民奚領隆蠟脆 邓氏的家族出海时 被海盗劳劫 而邓氏的族长和仆人同劫时 仆人向海盗扼清自己是他的儿子 希望海盗能够放他的父亲 回去取赎金 这些海盗接受了这个建议 当主人离开了海盗 他自己跳海牺牲 事后他的主人知道了他这么中勇 于是就认他做儿子 亦在粉岭龙若头的宗旨里 供奉他的神主牌 叫做邓斯曼 后来在清朝的年代 为了在乡间地方宣扬孝帝的信息 所以邓氏家族在大埔位置建立了孝子池 同时向朝廷申请建立虚史 利用虚史的收益 维持着孝子池的香火 所以这个地方 其实与大埔旧区有很紧密的关系 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清拆了 而当时的虚旗 主要是农历的初三、初六和初九 因为它是一个独市的经营 所以它维持了二百多年 可以说是整个大埔的中心点 大埔旧区的位置 就是在丁角当时是一个海边的位置 现在已经拆除了 位置大概就是旧区直階的范围 不过因为时代的改变 这些旧的遗迹已经消失了 现在主要剩下的就是丁角的天后庙 和大埔旧区的学校 与旧区不同 新区至今仍然运作 不过建立初时 它称之为太和市 在明清的时代 区市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市场 所以区是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地方 而且它不是每天经营的 它是一个有时限的 而市规模比较小 而它卖的物品内容 通常都是每天都要开业 而且是一些不能够放得久的东西 例如在海边卖鱼 去日的虚市是需要向朝廷申请的 所以刑办虚市的人 通常会处身在一种垄断的状态 在虚市里的经营和各种租借上 在一个没有竞争的情况下 往往会对一般的 普罗大众、街坊和其他村落的居民 形成一种不公平的环境 大埔区因为这个区域 主要是在大埔的北边 对于在临村河尔南的区域的居民来说 相对是极度不变的 因为那里有一条河隔绝了他们 所以除了一些乡族的竞争之外 因为交通的问题 所以后来的一些居民 他们就在今天的泰和文武庙附近 建立了虚市 作为一种新的市场 自从一帮居民建立虚市之后 邓氏提出反对 因为如果有新虚市出现 会影响了虚市的竞争 会造成孝子池香火不稳 无法经营的一个理据 朝廷接纳了这个理据之后 于是被他建立了一个 叫做大埔是愚碑 意思是让邓氏有一个特许的经营 不再允许其他经营者 在这个范围里建立虚市 因为民事家族 他们在这个区域生活了一段时间 因为长期感受到 邓氏垄断经济的环境之下 他们难以长久发展 所以他们联合其他一些小的家族 形成了一个叫做大埔七约的组织 由这个七约去经营泰和市 去抗衡邓氏的经济垄断 当时为了建虚和建立文武庙 于是由泰坑的民事和湾瑶的马士 捐出一个大的地方 给他们作为虚市的机子 再加上其他村落也应运 将他们的产品送来这个地方做买卖 当时他向朝廷申请 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叫做大埔新墟 但因为他的位置是在临川河的南边 与旧墟的距离其实不是很远 于是除了邓氏有反对 和经考虑到治安和经济的关系 造成一个恶性的竞争 所以朝廷是不允许的 不过后来经过民事的争取 他愿意在明治上 和将这个虚市的规模缩小 于是就改了名字做泰和市 感觉上就会觉得 好像是一个乡下地方里面的一个市场 和对面一个大的虚市 就不会形成一个正面的竞争 所以他们在1892年去申请建这个虚市 两年后亦都正式得到一个官方文件 准许他们在长久经营 泰和市的位置大概在我们今天 富善街的范围 今天我们还有一个文武庙 和对出有几条街 其实也是这个虚市的范围 所以当泰和市建立之后 因为这是一个买卖的场所 自必然会有很多的纷争 或者在一个买卖上 一些财务的糾纷等等的事情 他们为了有一个公平的仲裁 于是他们就建立一间的庙宇 一则就由这个庙宇的香油 去管理这一带的区域 和改善这一道的生活环境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凡是有纷争的时候 居民或者街坊 就可以去到神明的面前 处理他们的糾纷 虚市是怎样可以经营和维持呢 其中一样就是在买卖的过程里面 是会抽取一些的佣金 其次在庙宇里面就设立一个工程 以后有任何的买卖 他们就在庙宇前边 就用这个公家的称 就称好它 在神明面前是不会有作弊的 大家买卖双方就能够在一个公平的情况下 完成一个买卖 从1909年的地图上面可见 大埔仍然有一虚一市 不过这个景象很快就结束 在1945年的地图上面 已经变成大埔旧虚和大埔虚之分 代表泰和市已经升格成虚 泰和市之所以能够取代旧虚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第一它建立了一条广福桥 方便了原先在旧虚买卖的人 他们在买东西的时候 亦都顺便过来泰和市 趁虚看看有没有东西卖 带动了这里的人流 其次就是因为在英治之后 港府建立了一条九港的铁路 而当时它去到大埔这个地方 就设立了一个站 而这个大埔虚站 正正就在泰和市的背脊 于是因为这条铁路的开通 不单止是带动了我们这里的货物 远销去到新界的不同地方 甚至去到九龙 甚至也可以将其他地区的人 带到这个区域 加速了这一条贸易的活动 所以很快之后 泰和市也取代了大埔的虚市 成为了这里城市的中心 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香港的农业基本上自给自足 有余的少量农产 才会运去周边的虚市交易 或者外销 因为经济效益微小 官府甚少监管和协助 只是着眼于填富 至十九世纪末 人口随城市发展而增加 农产品的需求也上升 同时港英政府将农业 有一定发展程度的新界 纳入本核范围 促使政府开始关注本地农业 以及对经济的重要性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港英政府开始监管本地的农业 令到农业商品化 而加到你农场基植物园的前身 加到你农业辅助会 亦都配合着政府农业政策 推动本地农业发展 产量大增 1945年国共内战爆发 本地人口因为大批逃避战乱 而来港的移民急增 但是社会在经历二战之后 尚未恢复 平民贫苦无疑 但是他们多有无农经验 有见及此 赫里士加道理着士 罗兰士加道理分着 胡丽和胡廷生 在1951年创立加道理农业辅助会 简称KAAA 并在1956年和政府攜手在白牛石 修建事验和推广农场 加道理农业辅助会 以助人自助为目标 向有需要的农民提供培训 免识贷款 工具 种子 和身口等等 让受助人可以自食其力 保障生计 辅助会也捐赠水泥等物资 振建香郊基建 例如株社 灌溉系统 道路 码头等等 以提升产量 和方便农民出入市集买卖 时至今日 在香郊仍然可以找到 加道理农业辅助会的建设遗迹 此外 加道理农业辅助会 挑选特别混种的猪和鸡进行配种 改善新口品种 例如白牛石鸡和大花白猪 以上的工作 不单只改善香港的粮食安全和经济 还重燃了贫困民众的希望和梦想 让他们可以过独立 而且有尊严的生活 本地农业曾经十分轻盛 当中部分产物也很辞名 例如是元朗施苗 和学斗白菜 其实早于1920年代 已经有新界农展会 后来因二战停办 直至1953年 由当时的政府农林处复办 而赫里士着士 亦是筹委会之一 农展会规模甚大 向农民介绍新技术和工具 而农民亦可展销产品 当中更设有角色比赛 例如最佳公牛和蔬菜收割 掌金由家道里农业辅助会 以及社会研达等赞助 以鼓励农民提高生产 随着岁月流转 香港的农业日渐昔微 家道里农场也将它的焦点 转移到环境问题 自1995年起 以大众与环境和谐并存为使命 在香港和华南地区 进行物种保育 和生态系统复修的工作 并提倡永续的生活方式